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步一脚印 我们曾经采访过他 当时主播吴安琪 其实不只采访 还记录了保师傅耗时整整八个小时的厨艺课 在当时就了解了保师傅讲究繁复细腻的坚持 以及他所很在意的那种传承 那么吴安琪当时的采访 其实也不只是厨艺课 他这个报导 同时也记录了这个所谓的传承 也就是当时保师傅的学生在拜师学艺之后 煮了一整桌菜给师傅来亲自验收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真实珍贵的记录 来怀念保师傅 以及他认真追求传承的那种精神 以前你觉得第一嘛煮熟就好了 最安全第一个是煮熟就好了嘛 对不对 现在会更认真的是想呈现每个食材最完美的状态 我觉得是你自己感受到多少 你想不想去追求 追求做它就不叫挑战 对 因为你就是很想做啊 很想做蛮有挑战 就是去做 所以即使是家宴也有国宴等级的认真仔细 我一直跑来跑去 会不会 我就照我自己的顺序哦 不好意思 领域生的跑来跑去 冰箱是一个折搬点 今天的出菜计划就贴在冰箱门上 起码五六张A4指 一个多星期前就开始规划了 但是我习惯当次要做的再整理一次 那我在边打字的过程中 我会边组织一次在脑海里 先自己好像假想已经做了一次菜 这样子 对 而且在这个时候有不少已经执行大办 高汤就准备了不止一种 像今天要做菜会黄鱼羹 高汤的部分我已经花了13个小时 那因为我还有在上班嘛 所以我就会分配 譬如哪一天我熬高汤 熬完之后隔天蒸高汤 我就会去切割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到要请客当天吧 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就是顺序 组织 组织 对 这一袋白果就已经在昨天去膜 今天可以直接下锅 焦白笋则是用之前已经熬好的六角高汤 煮了之后笋也甜汤也甜 不过这些只是等一下食到菜肴里 众多食材的一小部分 还有些要泡要蒸要煮要炖 会不会太繁杂啊 李玉山说还好啦 自己是从小爱吃也爱煮 农家出生的小孩 我们家第一台烤箱 是我炉我妈炉很久才买给我的啊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 因为我一直想做菜 我一直想说 我国小三年级第一次煮饭给全家吃 这样的热爱成长过程中都没变 只是李玉山并没有走入餐饮 我们以前小时候只有三师啊 就是会计师 医师 律师嘛 哪有厨师 如果有厨师我就去当厨师了 每当厨师当上律师 下厨成了最大输牙管道 犹如专业师傅的切菜身手 来自熟能生巧 而让李玉山更热衷下厨的 还因为他碰上让他佩服的 五体投地的老师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变化是 应该更谨慎吧 更谨慎 第一 如果炉子上有火 你这就一定要开着 因为这有声音 有亮光 你会一直提醒自己 这个东西是有火 对 对 这就是老师教的 厨房里要注意的不止在锅子里头 厨艺的成袭从细节开始打地基 像刀子的摆法也是一样啊 都是学来的 你不然平常 你可能切切切切 一半就乱丢 然后你就干嘛 但是你可能就是要放 至少你要放这样 你不会去割到 或者是不会掉下来怎么样 所以就是安全 厨房安全最重要 对 聊着手不能停 今天有好几道做工繁复的老菜 拆毁黄鱼羹的黄鱼 已经走水一个小时 去油去腥 应该是不能那么快腌 因为如果那么快腌 肉会硬掉 而且也不是就这样摆着 即使隔不到一两个小时 就又要处理 还是得先冰起来 降低细菌繁殖速度 这也是老师提醒过的安全 师傅好 师傅早 师傅来自吃 我还是给我压力 李玉珊推崇被制的老师 就是人称保师傅的曾秀宝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在电视上看到他 很想学的两道菜 其实应该不能说两道菜 还是处理食材的方法 第一道就是他处理价人的方法 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要洗干净 要吸干 要怎么样 家人才有弹性 在现代各种人工添加物 改良剂出现之前 前人们其实自有一套天然的 让食物更美味的方法 而且其中也有学理逻辑 李玉珊等到五年前 才总算等到保师傅 对一般大众开的烹饪课有名额 我妈妈好震撼哦 因为第一堂课还是年菜 很可怕 那个阵仗啊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 就是让我吓到 我就觉得说 做菜怎么这么复杂 但是当开始试吃的时候 我整个就被 怎么被震慑 我就应该可以这么说 然后我回家只能形容 跟我耳朵说 我只能告诉你那个菜 味道好高级 我做给你吃 我就我讲不出其他形容词 李玉珊口中会吓到人 但也让人着迷的年菜课 这次采访我们也见识到了 韩流来袭的周休假日 保师傅跟助理们一早七点就集合 好 那我们开始了 这个开始是大家拿纸笔记重点 扁于14片有 红葱头0.8切了没有 等一下拿过来炸有红葱头酥 这是上课前的点名 该有什么食材 该是什么样状态的点名 表定上课时间其实是9点半 这两个多小时 保师傅要带领着助手们 先把食材改洗改切改腌的先准备起来 部分用量甚至昨天前天就先打点好了 好 大概就这样 这一声好收音报表 大家上井发条要忙了 包括保师傅自己 今天的课程里 冰糖酱鸭是眷村口味 从客鲸鱼是经典浆这菜 已经煮上的黑白切不是年菜吧 不过想着 跟素火腿素鸡一样 是先预备好切一切就可以上桌的菜 有同学想学 保师傅也就开出来 至于海鲜捞饭 就是年节里面体面的艳客菜了 我这里面的所有的调味料 加材料起来两三百种 光这里 因为我们这是真正要把 我们比较好的东西要流传下来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 而李玉山写做菜笔记的习惯 显然是这样学来的 我每次都会重写 我每次 只要以前做过我也在重写 有时候会改一下 因为每一次做的人不一样 每一次的人数不一样 数量会不一样 这是我手写的 我不会打电脑 谁都手写 不会电脑 因为保师傅十六岁 国中毕业那一天 就开始了厨房工作 等一下我跟你讲 现在差不多火就关掉泡一下 它就不会黑 你要一直开火它就黑了 好 准备了 国里的油葱酥其实刚刚炸过 保师傅觉得香气不够要补强 可是不能浇 时间要小心拿捏 厨艺师们五感病用的学问 也是经验的累积 保师傅的父亲是台湾川菜第一代大厨曾少林 妈妈则从他小时候就摆摊卖卤肉饭等小吃 我小学二年级三年级 我一个人可以把那个以前那个汽水的那个棧板 有没有 叠两个站在上面 我就炸排骨 排骨面啊 炸那个枕片那个有没有 我们吃那个排骨面 那个排骨 带骨的那个 炸好了以后 自己煮面 我以前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小时候就喜欢吃 喜欢做 当年的小宝自己做 而经过半世纪 大餐厅以及新级饭店的历练 保师傅即使早已退休 烹饪课还是有宴席阵兆 好 各位同学 因为今天这个有的时间很长 我先不要讲 因为现在讲了以后 我怕会来不及 我们第一个先做素火腿 素火腿全是豆皮 居然是保师傅由凡到减的排序里 第一道要示范的菜 原来从豆皮调味 捆绑定型 到最后打上绳结 就将近半个小时 还得要蒸三个小时呢 然后蒸好又得降温 难怪要先做 免得来不及 紧接着葱靠鲫鱼 小鲫鱼用不同油温炸两次 葱是一早就炸好了 跟姜丝笋子香菇一起怎么调味 则要示范给大家看 那不要调太重 因为这要烧三个钟头到四个钟头 有点 不要糖醋 甜 咸 干 好 这个味道还没有很那个 但是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等一下最后收汁会再调一下 跟鱼下去的味道会不一样 李玉珊了解同学们会对哪些事情有疑问 也比较能掌握什么时候能问问题 不会打断这个烹饪课的紧凑节奏 他还有个重要任务 是帮大家记笔记 不然不常做菜的人 这时候脑容量大概已经到超在边缘 还有呢 好 下一道菜 stand by 冰糖压的卤锅的汁拿过来 结果酱压的香料炒了以后 熬卤汁时间不是休息 是有素烧鹅 枣泥甜膏 茶队示范 而同时在熬着的酱压卤汁 半个多小时渐渐熬出亮度 才进入酱压的下一步骤 保师傅的烹饪教室是个有多种菜肴 平行时空的魔幻空间 其实不止一个人 不止一次地跟保师傅问 给家庭主妇主妇上的课 有必要教这么多这么难吗 后来知道不怕难的不止一两个人 学院中有人从台东来 每次绕过半个台湾 风尘扑扑但几乎不缺课 简单就不用来上我的课 那就不叫保师傅的课 我们就是不是说故意要复杂 就是要把传统这个菜要怎么做 这个步骤是这样 我就要照这样 我可能把它比传统要更精细 火候要做得更好 我不会把它简单 不简单不代表就做不到 每次上课回来我就会想练习 想练习想练习就一直练习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在进步 从刀工啊 从火候啊 从食材的认识都是累积出来的 没有做永远不会知道的 我的天啊 这个汤很好 好香喔 吃的汤真的很好喝 没有 就是回家 就是每次做每次练习啊 对啊 一次不成反正就 就练习嘛 对啊 我是不怕失败的 反正我老公会帮我试吃 我全家人都很支持我 所以蒸煮时有股特殊气味的蚕豆 还是可以请大家试试 在跟雪菜一起炒过后 口感香气都多了层次 而现在加的那个豆浆来自李玉山娘家 这是全家出力的豆瓣酥呢 油臭变香 是道很妙的老菜 今天更妙的还有道隋缘牛舌 清代柴子圆梅 没在她的隋缘时单里写下做法 去皮 撕磨 切片 入肉中同微 就这样11个字 李玉山说 也就是保世福多年功力 能琢磨出该怎么执行 虽然做起来要两三天功夫 但她从中体会到好吃之外 另一种感动 因为你会发现 我们跟土人是有连结的 然后原来这些东西 是真的可以在线 然后一早就处理好的白果莲子 再次出厂要跟鸭子一起烧 就是我第一次上课 让我对于食物的那种感觉 完全应该是说重整的一道菜 所以她其实不只学到每个食材 像刚刚银杏要煮16分钟 加糖煮 因为去苦味 刚刚我们的莲子煮了12分钟 让它先达到那个淀粉转化的完美时间 也是它会变甜的 莲子会变甜的 然后每个东西都是这样处理过 你学到了 瑶柱要先 我用高汤加一点绍心酒去蒸过之类的 就是味道完全不一样 后来知道 把师傅称呼这叫烹饪工程学 各项食材的处理 就像水电钢粮各个工班 大家都把事做好 房子才盖得好 这饭是刚才炒过蛋白的 炒过蛋白 我们把它再去蒸 它蒸因为有油 所以它的饭不会烂 你这样捞起来的饭就比较爽力 这天的年菜课来到尾声了 海鲜捞饭一碗 配上豆苗 搭一朵香菇鲍鱼 看着就澎湃 另外冰糖架压 斩一斩 还有枣泥糕也好了 把师傅说 16岁入行就是从这类小点心学起 等一下再蒸热 我这几十年都没有做 你这可以做桂圆核桃 就照这样做桂圆核桃 做很多那种金桔饼的口味 里面加很多果汁 都可以做 蒸散保师傅从一早到现在 站了有八个小时 所以我们是站习惯 我们做主厨的时候也是 都是一天站 我们有个走道 我刚才站在出塞口这里 他们从这里走过去 他已经走到贝山师了 已经离我十公尺了 我说阿贝啊 过来 他说什么事 他就又端回来 我说这个烧焦了 左松鸡八锅了 他说哪有 你自己闻闻看 他又闻有焦味 他闻不出来 我们腌过来 味道够 但是他就带了一个焦味 我们知道烧焦了 所以我们这样站站站 是很稀松品尝的 后来直到这天的助手群里 有好几位也已经是主厨了 高士达还不止一次 在世界苏果雕大赛拿金牌 他从跟着其他主妇 主妇一起上课 到变成每开课就报到的助手 也有将近七年了 对 以前在南部就是 只要有开课 然后就会坐夜车 然后上来 然后就开始跟着上课 一直到下午 然后结束再回去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个比酬劳还要珍贵 难得宝贵的经验 对啊 因为可以跟着保持物 在旁边学到东西 我觉得这是无价的 确实连搭配黑白切这天 大家也学到怎么去调出 咸 干 酸 辣 各种滋味的好几款沾酱 其实几年前 保师傅动过心脏手术 他这种拼命上课法 让太太好几次跟他吵架 轻松你要随便做 做不出好味道 会给人家骂 我们还是要把好东西 因为我们讲到的是传承嘛 这样的坚持与基本功 正是高士达希望 自己的学生们能看到学到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来说 中餐已经快要没落了 应该说是太多的半成品啊 或者是调味品去取代一些 原本应该有的做法 我一直觉得传承这件事情 谈的是一个态度 它不仅仅只是味道 林玉珊给老师验说的家验 这天食材达人徐仲 也是坐上宾可 食物教育应该是回到 你对食物这件事情认真 你好好细致去品尝它 那美好的就会被留下来 那我觉得这是最珍贵的地方 因为这些菜没有人做 那你就算你真的回家不会做 但是你记得这个味道 我觉得吃过的人至少是这样 这天好几道菜就让大家见识到 中菜能与发菜齐名齐来有志 两者都有着从高度文化发展中 淬炼出的精雕细琢 然后这道看起来这么白 可是等一下它滚了 你可以试味道 它就这么咸 还没煮就这么咸 再经过时间的催化 所以每个同学上 到现在上课还是常常会 那天上课中 是有好几位学员跟我们聊的 上课以后知道了食材该怎么准备 知道了工序 更知道了煮得好会是什么味道 我没有拌过 我想要帮你冲开 我冲开 对啊 你冲开准备了没有 开准备好了炸好了 你看看 我准备小的 火腿准备好了在这里 我冲开啊 那叫做开洋火腿 开洋火腿 我弄你拌好了 好 等我一下 滴过水了 一边拌着干丝 也听保师傅讲述了一段 早期由外场服务台阿姨 备制小菜赚取小费的 台湾餐馆发展史 而原来干丝经过减水适度处理 可以变得极为滑嫩 跟市面上的完全不一样 保师傅不贵大部分餐厅的不处理 他说恐怕不是怕麻烦 而是根本不会不知道 没有离交 这就是传承 何谓传承 传承就是传递 你把知识传递到下面去 让下面的人都懂这个东西 我纯粹就是把这个味道留下来 然后变成我的味道 我家的味道 现在正处理的拆毁黄鱼羹 就是到因为好手工 越来越少人做的老味道 蛋白 我记得了师傅 我觉得师傅说那句话很好 有人做就不会断 那至少我们再做 真是有个性 师傅 谁叫你要教这么懒的菜 难 可是成果是值得的 几道小菜都让人直呼 想打包带回家 黄鱼羹滋味丰富 却能保持清爽不厚重 白果香连咬住闷牙 看来蛋雅其实鲜美无比 而外形有棱有角的隋约牛舌 入口更是让人惊讶的 几乎像果冻般的口感 可以续盘 他已经得到的真水了 师傅你不感嫌 所以师傅会放下去 这所谓的糟 只会忍不住去挑战更多复杂菜肴了吧 一样学我的菜 他们做出来呈现的方法有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味道就是 它已经呈现它自己家里的味道 这个菜拨呢是家的味道 煎个鱼 醋个酱鱼 煎个豆腐 母个岛鱼 这个都是家的味道 所以我只是做个开端 做个启蒙 希望让这朵花越开越旺盛 而这朵传承的花里面 有文化与生活习俗传递的轨迹 有对于味道认识辨别的能力 还有最直接的一种好食物给人的 单纯而幸福的感受 保师傅说 有人做有人吃 这个味道就会传承下去 希望保师傅的精神 也能够继续传承下来 广告之后继续带您看的是 另外一个主厨的故事 为什么他现在做炒泡面餐车 会这么开心呢 其实创业这条路 我不是因为理想 我是因为现实 如果说你的乐趣 跟你的理想 跟你的钱 可以达到平衡之后 其实虽然没有赚到很多 但是还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加起来就是快乐 当厨师不容易 很多都是学徒时期 被魔鬼师傅一路逼哭 教上来的 然后练就了熟练 那么接下来要带您看的这一位 他曾经十年在餐厅 十年在饭店 后来当到了五星级厨师 但是最后 他却选择卖起炒泡面餐车 其实这是一种不一样 但是也忠于初心的生活选择 我一个三杯鸡 一个黑胡椒好了 好 一个三杯鸡 两个 理想跟现实 我比较属于是现实 其实创业这条路 我不是因为理想 我是因为现实 从一个五星级饭店厨师到炒泡面餐车小饭 没了头衔也不再有舒适的做菜空间 甚至离开凌冬 不动就像这个班外 得随时想办法对抗大雨滂沱 但他却好享受现在的工作 如果说你的乐趣 跟你的理想 跟你的钱 可以达到平衡之后 其实这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很平衡 虽然没有赚到很多 但是还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加起来它是快乐 十年餐厅 十年的饭店资历 若要数起当年有 它的履历其实丰美极了 何苦流落街头 一如全市厨师的身后底蕴 大壳有100种方式 李凯琳却偏偏选了炒泡面 这一道几乎连家常都称不上的书名小吃 因为它看起来很简单 我不怕人家学 可是它是最困难的 你要怎么样把每一份泡面炒到都一样 这是很困难的 其实这个东西我到现在都还拿捏得不太说 拿捏得到很精准 拿捏到很精准 那我经历了这么久 我就能知道它有多困难 那道理大概就像考验厨艺的试青石目不于蛋炒饭吧 毕竟泡面欲水易烂 加了各种蔬菜打了蛋 还要顾及猪鸡牛鱼等不同肉质 形式或三杯或黑胡椒沙茶 炒到入味也得守住鲜嫩肉质和面的弹度 那其实不容易啊 更何况热销的鱼一年四季从来就不一样 因为李凯琳就爱在市场里找出宇宙不同 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逛菜市场的人 所以我自己都会来逛 就来这边看一下鱼啊什么的 然后去确认一下 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用在我后面的日子可以用的 像鬼头刀也是 我之前还没冲烈的时候 我也是常常看 然后这个可以卖 像前几天看到布拉鱼 我也想要做布拉鱼 可是布拉鱼是有季节性的 这个也是干煎 清蒸不行 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我这些东西一定要很新鲜的给客人 但你东西新鲜 人家虽然吃不出 吃不出来它新不新鲜 但是吃到嘴里是好吃的 它就是为是好吃的 对啊 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其实冷冻运输强大的现象 身为厨师还有没有清袍产地的必要 答案也见仁见智了 但逛于是 却是他从近饭店开始就培养起的嗜好 他做工作乏尾时 这是挑起了银杆充电的管道 在则烦闷时 市场也正是输压的好地方 这个是酒酪 这个他们说是老人鱼 因为它有两个嘻嘻 酒酪 它肉质都很鲜嫩 直接清蒸干煎撒点盐巴就非常好吃 然后因为它是渔船首钓的 所以它钓上来的时候 它不会伤到它的皮肤 所以外形都是很美丽的 一旦我不要 你留着 一旦你留着 等你收集多一点 我再来跟你买 个性幽默也亲和 总是说没几句话 不是自嘲就是语带玩笑 但李凯玲面对料理时 可就讲究又执着了 那大概源自学徒阶段 难受掩饰的影响吧 记得高中毕业 家里不仅穷还负债 所以生在素傲的他 一抓到连锁餐厅 争财的机会 毫无犹豫就进了台北的烧辣厨房 殊不知人生第一个师傅 就是人见人逃的魔鬼及教父 我打个地方 就是我现在拿鸡肉 鸡肉 然后这个是干净的 干净的嘛 然后我拿鸡肉这样 滴到这里 卖一天 就是这么夸张 不是跟你开玩笑 有经历过他那一段 他就会知道 然后他那时候在切烧辣 剁鸡剁鸭 客人就在旁边排队 你就低这样 他一回头看到 他刀子就这样 然后就骂张话 客人也吓到 当场就在飙 客人也吓到 所以你说 有没有人敢跟他做事 老一辈厨师注重卫生 他也就练就了咬酱汁 从不低在台面的功夫 否则一定惹来师傅标骂 而说到精准跟效率 当年就连打饭菜 也得把手感练到 跟磅声一样准才行啊 包含煮饭 我煮饭烧焦了一次 然后我骂了两三天 第一次是我真的把饭锅 放不平 他煮饭的时候 不会跳起来 就烧焦了 师傅闻到一点点焦味 他就说死了 我又把饭煮炒为搭 然后就骂 来那么久的东西 焦不会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第二次 是饭锅的垫片坏掉 后来师傅自己去煮 结果他也烧焦 但也就是从年轻 就养成对食材和料理的 客客标准吧 所以不免被贴上浪费的标签 好比肉品退冰的时间长了点 他便二话不说扔了 切给客人的高丽菜 明明只是配菜 他也规模到 非把菜梗切掉不可 这样子切就是这个梗 我可以把它挑起来都掉 就是我在抓菜的时候 在烫菜的时候 它的梗就会是一整条 我就可以把它挑起来 客人就不会吃到 那如果你这样子切 这样子切 它的梗就是每一个都有 现在回想起来 当年被魔鬼师傅 逼哭逼逃的学徒 不知有多少 但雷凯琳撑下来了 更因为浩学 从师傅的身教上领悟不少 你是用刀去切东西 不是用力去切东西 以前我刚开始 师傅教我剁鸭的时候 我可能两只鸭 我今天就没办法再拿刀了 因为它的刀很重 大概这个才四倍 很重 到后面我可以剁五十只鸭 我手不会算的 就是用刀子的重量去剁 不是用力去剁 可是这种感觉就是 你要很久才能练出来 你没办法 一开始就靠感觉 靠感觉就是感觉切到手了 比较快 手腕上执掌间 数不尽的刀疤 条条都有故事 如今看来也活像战功勋章 因为抗压性高 慢慢积累的功夫 李凯琳后来也一路受到提拔跟挖角 只是当年进饭店的路并不简单 他说最苦的那一年 常常是下了班留在厨房 捡别人不愿做的杀鳖宰鱼 独自忙到深夜 就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弄到自己很晚才下班 然后回去的时候就是 因为在郊西骑摩托车回到这里 要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然后我就骑到 那时候骑到睡着 就在那个 越骑越路中间 然后中道安全岛 然后翻到那个安全岛上面 然后睡着 对于那个修车厂的人还冲出来 冲出来说 欸 少年你玩啊 不然你先让我睡一会儿 那时不懂做事的心法 但复杂的事情重复做 有天也会摸出诀窍来的 比如现在餐车卖的炒泡面 口味既有三杯沙茶 又有黑胡椒 它却想出效率化的煮酱流程 让三个风味基底都降出同门 一开始我本来也要一瓢一瓢地用 后面突然想到师父曾经这样子做 这个比例我就是试过好几次了 一年多了 我就把这个比例调出来 所以你东西很稳定啊 有时候我把东西做得越简单 小学生越会 我自己会越轻松 而也许餐饮这条路上他要的 也并非是轻松吧 过去在饭店虽有相对稳定的薪水 但往往只能日复一日 做着相同的事 这对满怀料理热情的厨师来说 反而是种束缚 于是李凯琳下班后 开始尝试推着他的三轮餐车 卖挂包也卖过粥 但印象中最惨的是一天只卖三碗 且严格来说根本是送不是卖 我讲那看笑话就是邻居来允许他吃 他还笑以为没生意啊 那个眼神你会体会到 你懂的眼神 人家就跟你笑了 你今天没关完啊 我请你吃 客人排队在那边等 然后卖不到三份 后面的客人都还在排 警察就来了 我都跟他讲说 你不要下车 我立马走 这不打紧 还有他千算万算 却怎么也没算到四年多来 苏傲的雨季竟如此明长 所以就算无心 也因为躲雨 躲成了客人口里的幽灵餐车了 更倒霉的是 创业四年就有三年惨风疫情 其实人家说是衰 我也是衰没有错 可是我不会觉得自己很悲哀很可爱 因为很多人比我更可怜 对啊 你看疫情那段时间 倒了多少店家 收了多少店家 庆幸的是我还有交到一些可靠的朋友 他愿意给你一份工作 或许中人眼里的他总是乐观 但李凯琳说那是因为自己早已走过生涯中 大大小小的坎 如今的乐观不过是挺过风浪后 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罢了 然而那可不代表自己从此就能放慢速度停下脚步 其实你说炒方面很简单 可是你烫的面 我一开始烫面的时候 我不小心超过时间我就把它倒掉了 你就发现你在忙的时候垃圾桶里面都是面 你炒的时候看起来很简单 我在炒的时候很轻松 是因为我已经倒掉很多面了 我有时候水温开太高 水温开太低 有时候煮的时间不一样 这个是不对的 但每个炒锅翻腾的日子当中 也就是这些源源不绝的感动 驱动它无畏风雨继续下去的吧 做餐饮这一块 当初社会就已经有认定 就已经知道餐饮就是 你真的赚不到钱也饿不死 因为你就吃都吃你自己煮的东西 你顶多就是倒那个薪水 那你要赚更多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付出的更多 现在赚到一些 赚到钱现在可以赚得到一些 那快乐是更多 不好意思 没有了 都没了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啊 味道这种东西 真的是功夫磨出来的 即使是炒泡面也一样 广告之后继续带您看的是 炭火挂炉烤鸭 我们的炭炉里面 温度一定是非常高的 这样烤出来鸭才会又脆 然后它里面的汤汁还在 那通常里面是 到手快要伸不下去的温度 料理的确是一门学问 虽然都会有简单的做法 但是在细节下过功夫 就真的不一样 那么在台北有一家 老字号的北平餐厅 一直都是依循古法 用炭火挂炉烤鸭 在当时第一代老板过世之后 这个儿子突然发现 自己其实来不及学的透彻 为了披一口气 就从基础工开始学起 甚至去找到 以前已经离职的老师傅 去拜托他指点米金 终于又过了二十年 才再度重新被肯定 我们考验就是 最重要的前面这五片 前面这五片 最靠近火焰的地方 最脆的地方 台北六十多年的老北平餐馆 许多人都在期待 这很有仪式感的一刻 动作要快 要不然烤鸭会冷掉 一只全鸭只取胸腹最精华的 三十六片皮肉 这考验师傅下刀精准度 这是老板杨天龄 累积二十多年 凭手感呈现的片鸭绝活 没有想过 我以后会一条路走这么久 我只是觉得当初 家里面开餐厅 我所应当要来家里面帮忙 四十多年前 第一代老板杨红椒 顶下这主打北平菜系的餐馆 身为独子的杨天龄 从十五岁开始 就来帮忙打下手 先把鸭是灌风 把它灌饱之后才烫 定型然后才上烫 北平烤鸭是店里的重头戏 就算他再不情愿 还是得一步步钻研 从清理到吹鸭定型 每个环节都是硬功夫 你这样灌了以后 皮跟肉比较容易分开 它的中间有一层空隙 它的油脂都会凝固在 中间的空隙 这是爸爸耳提面命的 但当时的他只想应付了事 常觉得自己就像眼前的鸭子 被赶着上架 都是老生常谈 你不要太爱玩 你应该 我在店里面 你应该跟着我 然后我现在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差 那你跟着我 我会跟你讲 这个师傅的特点 他的菜哪里好 就是一些这些 大概比较琐碎的这些事情 但当时我没有听在 我没有听下去 我那时候一心想当壮球选手 不像现在可以用机器代替 卫生又省事 以前的他得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鸭子吹饱定型 为了证明当时有多地狱 杨天龄特地重温噩梦 给我们看 刚开始吹的时候 大概两三只 你就会投运了 然后后来才会慢慢发现 这个是要用丹田的力道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要吹上百只鸭 他装病翘班逃避苦差事 爸爸管不住儿子 只好把他交给严厉的老师傅 从做点心开始魔鬼训练 他希望一个严师来带着我 希望你更有责任感 对你的工作 对你的人生要负责 像是他们不做传统的萝卜丝饼 而是改良成像上海生煎包一样 把鸡汤放凉结冻之后 再和白萝卜一起包进馅里 鸡汤预热化开就会爆浆 爸爸告诉他 这饼是老店的特色 未来一定要留着 不能嫌麻烦 后面的时候要注意它的筋性 太硬的话没办法包 因为我的馅料里面有打鸡汤会比较水一点 那太软的话 你包下去 煎下去就破掉了 那汤汁流光就没有萝卜饰饼的意义 起初不是没包好 就是火候拿捏不对 被老师傅追着骂的日子苦不堪言 要打的基础实在太多 他心想以后接班就专攻外场 轻松接待客人就好 我原本是在外场当经理 想要接手他的人脉 后来他才发现 不行你里面的东西你一定要管外屈 爸爸为了撑起一个店 每天和客人喝酒应酬 喝到干硬化倒下 眼看身体越来越差 在病塌上着急地督促儿子 收心吧得抢时间摸透门道 我一进去学徒没有过一个月 他就过世了 这是对我打击非常大的 因为我在靠山倒 我在那个天都黑了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会 我甚至有两年时间都还没办法相信 他已经离开了 当时杨天玲的点心是做得倒地了 但烤鸭功夫还没学透 少了爸爸盯场 很多步骤看似做对 但味道口感就是差了那么一点 可能是我的麦芽糖的精良不对 也有可能我在烫的时候 那个热水温度不够 也有可能我在烤的时候 烤鸭炉子温度不够 不是还有老师傅在吗 惨的是店里不少师傅担心小老板 沉不了气后陆续离开 老餐馆一度风雨飘摇 均心涣散 在病床上的时候 有跟我说 你如果两年 他在预测两年里 大概这些人你就管不住了 因为他都年 你的年纪比他轻那么多 你的资历也没有他深 如果不行你就把店卖了 然后你去找一份工作 过完下半辈子就好了 真要放弃吗 杨天龄跟妈妈商量 收掉三间店 专注守好一家店就好 可能是堵一口气嘛 然后可能怕被人家说 你可能你的能力 不足以接这个担子 然后你可能没有肩膀 没有责任 甚至你以前就是这样 顽固子弟这样 就是除了你爸 你什么都不行 杨天龄硬着头皮去拜访离职 自己开餐厅的老师傅 希望对方看在爸爸 这老战友的面子上 提点他突破困境 一开始我就有问他 为什么考压考不脆 他说你多考几只就脆了 多考一阵子就会了 后来就 你也得不到你要的答案 然后我们在九过三巡之后 他终于他是忍不住了 我跟你讲哪边做得不好 他以一个前辈的姿态来教导你 那位老师傅 也就是目前在台北鼎鼎大名 在考鸭界也占有一席之地的老板 在这公立社会互相竞争的情况下 仍愿意给他温暖的人 杨天龄感谢珍惜 让他有信心重新回到厨房练功 你要一直前后交换 电风扇风向最强的地方 吹了太久也不行 然后湿度太高也不行 那你要快快下冰箱冰起来 冰起来然后让他的湿度再降低一点 杨天龄发现某些品种的鸭 油脂虽然多却有腥味 实验各个鸭种后决定找人 专门饲养肉质金石的宜兰翻鸭 但这鸭特别难养 别的鸭种90天就能换肉 偏偏这翻鸭要多养两个月 还不见得长肉 因为如果成长技术打 他自己会吃 好像甜鸭一样 你没有打 夏天如果真的是夏天热 他就食欲不振 你食欲不振 他不吃当然就瘦 我也直接跟客人讲 那你给我换一只大只的 那我就尽量换 从自己扛起一家电 杨天龄才体悟到 原来以前可以毫无顾忌 过着舒适生活 是因为爸爸全都担下来了 我们的碳炉里面 温度一定是非常高的 这样烤出来的鸭才会又脆 然后它里面的汤汁还在 那通常里面是 到手快要伸不下去的温度 所以我的手完全没手毛 如果当初多乖乖地在店里面 帮他多分担一点 他就不用喝成这样 你帮他分担掉里面的事情 他就少一点压力 他能陪我更久一点 如果爸爸还在 会感到欣慰吧 几年前 杨天龄的努力被看见 获得米其林 必比登肯定 还一连五年都拿到推荐 但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所谓的成功定义 到底是什么 有段时间 他也感到迷惘 就是朋友来啊高兴 也有可能是 店里面生意也还不错 有一点自大了嘛 杨天龄承认 那种拼了二十多年 终于能证明给爸爸看的心态 让他有些得意忘形 直到太太看不下去 当头棒喝 每天喝醉回家嘛 每天喝醉回家 对啊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看你有忘记你父亲怎么走 对啊 一句话就点心我 我坐在那个沙发 坐一晚上 才会发现 我是不是 我走的路越来越跟我爸 越来越相近 他必须随时调整脚步 思考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爸爸对人的大气慷慨 还是要留下的 像是每桌客人还没点菜前 就会送上一道开胃菜 那是老餐馆的人情味 对 它是白菜心拌豆干啊 花生啊 拌香菜跟葱 对 这拌起来是非常清爽的 一个夏天的 夏天的凉菜 那其实我也没有想多 就是以前送我都一路送 后来反而变成一个特点 现在的生意 比爸爸那年代翻了好几番 但他反而无法放松自己 许多事都轻力轻微 鸭饼皮可以用机器量化省人力 但他却不想忘了初心 他没有劲道 他没有面的精性 他把一撕就破掉了 然后又比较厚 过去那个对未来人生 懵懂无知的少年 如今也为人父 是两个儿子的榜样 杨天龄也渐渐能理解 爸爸当年为了扛起一个家的 用心良苦 以前会有点误解 反正就是好像 你也好像看不太上我 现在慢慢回想起来 才会发现 其实他是 他是很用心地对你 然后很怕你心差踏错 如今他也想告诉孩子 什么才是传承的真正意义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你手出这个就好 你就算当个师傅也可以 我觉得找你喜欢的变成兴趣 这样你上班才不会这么痛 如果不放弃 那就要用心做到极致 那是一个师傅 对自己的承诺 无论遇到多大的人生风雨 都能无愧于心 从料理看得出态度 就如同保师傅那种严谨的态度 传承的坚持 其实也是做人的道理 一步一脚印 发行新台湾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